八点最热报一连十集的华小教育专题系列报道 今天我们带大家到吉兰丹首府哥达巴鲁看看培植华小 里头有一半的学生是飞华医生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了 那老师该怎么教课呢 让我们一起跟着记者的镜头到培植华小 去和不同种族的孩子一起上一堂中文课 走进吉兰丹州培植华小三黄班 书生朗朗孩子们正具金会神的在上华文课 我们目前是50%对50% 华语生是50% 非华语就是包括马来人太义的还有就是印语的 加起来也是50%的 学校有半数学生来自非华语家庭 如果华文课只单靠听老师讲的 非华语学生是肯定听不懂 所以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一定会搭配上丰富的肢体动作 而且还会不时跟学生来一点交流呢 这个字怎么念 数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把生词翻译成马来文 来个双语教学 如果是纯粹讲华语 不然会比较难一点 就要用双语 有时候就要图片 然后不然的话就是那个动作上要有 他们就比较能抓到 黄老师还会给学生分组进行一些小活动 根据课文的故事情节搭配正确的生词 然后大声朗读 老师教那个花是很老了 然后他喜欢帮助人家 我喜欢因为我们可以一起读书拿华文 然后如果我们要讲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华语 我很喜欢上华语 有时如果在家我会跟哥哥 姐姐弟弟讲华语 也有时讲马来话 这里的老师只要有机会 就会带孩子们去菜园和果园 进行户外教学 就像郑老师一样吧 马上考考大家对于蔬菜和水果的认识 如果非华语学生写错了的话 郑老师还会 我学到了华语的华文名叫华坡 还有萨域的华文名叫蔬菜 还有若生花的好处 有学到拜萝卜 然后绿色煎菜 有时候一直在班上 很闷的 其实一直说不尽的 你带他们拿了小凳子 到那个白香果架下 就坐在那边 告诉他们日记的格式 但是如果给马来孩子呢 你要再写给他看 面对学生比例失衡的情况 老师们要面对的挑战不言而喻 或许只有改变原有的教学方式 才能够提升非华语学生对于华文的兴趣 从而改善他们的学习进度 技术中心中心里的学生和学生对于华文的兴趣